希臘有一座小島 蒂洛斯島 當地的景致 以愛情海美景著名 但是每年的夏天 到這裡度假的觀光客 人數會暴增將近八倍 也導致當地供電失禁 不過如今島上裝設了風力 跟太陽能發電站 預計今年底之前 就能夠百分之百的 以再生能源供電 也讓這座小島成了地中海 第一座綠能島 蔚藍海景旁 風力發電機 正緩慢運轉 不遠的山丘上 還架式著太陽能板 以愛情海美景著名的 希臘小島 蒂洛斯島 位於羅德島跟斯克島之間 島嶼形狀宛如海馬 當地人口約有四百人 但每到夏天假期 加上外地湧入的旅客 就會暴增到三千人 為當地的供電 帶來很大負擔 為此小島的制製單位 決定透過正式能源解決問題 過去地羅斯島的供電 多數是由海底電纜運送 系統不穩也容易斷電 時常導致家電損壞 部分的餐廳還得因為供電不足 丟棄冰箱中的生鮮食品 所以居民跟當地的企業 多用柴油來發電 如今為了夏季 龐大的供電需求 島嶼將裝設 兩百千瓦太陽能 八百千瓦的鋒利發電 跟除電裝置 目前技術人員 也正進行系統最後測試 預計將在2018年 年底前 就能夠百分百達到綠能空殿 我覺得是最好的效果 因為有很多時間 在商業 也在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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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些人有 有些人有 在這個經驗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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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报道 蒂洛斯岛的再生能源计划资金 约得花费一千三百七十万欧元 约台币四亿九千六百万 其中有一千一百万欧元 约占八成费用是由欧盟所提供 欧盟执行委员会表示 蒂洛斯将成为地中海 第一个电力自主的再生能源岛屿 其余多数海岛的供电电网 都难以跟欧洲大陆电网相连 一旦蒂洛斯的再生能源计划成功 相同计划也将会应用到其他岛屿 就成功做不到